开车经过说红道驾驶车速不算快 看似正常车辆却开始慢慢减速 过程中上下气氛异常明显 下车查看才发现大事不妙 这里不是有一个洞吗 车尾出现诡异大洞边缘破损明显 板筋虽然修复了但靠漆还来不及补上 就连驾驶座侧边车身都有破坏痕迹 往里面看更明显 那边啊还有这个啊 这个就在上面啊 后车厢整个被贯穿冲破点应该就是这 惊人的瞬间贯穿力就连名车都抵挡不住 这台车包括左前叶子板疑似遭到枪击 弹头反弹射进硬轻盖 左后叶子板同样叶穿破掉进后车厢 到底车主被谁盯上 然后说开开行驶中就是有听到有声音 所以他们下车查看然后才发现有两个弹口 修理厂不敢提太多 见识人员也赶到现场查看 车子是租赁车辆 连驾驶身份焉大有来头 好不给白鸡慢慢逼 古早味冰棒大家一定都吃过 白鸡冰品算是老牌食品 而受害的车主就是白鸡冰品的副总 事发现场范围广 警方追踪嫌疑人大不易 现在要扩大调阅附近监视器 锁定是否有人恶意持不明枪械朝路过车辆攻击 将持续追查揪出犯嫌 记者组合报道